S2第二場 昨晚第一場爆大冷 今場第一場正路到無可再正路 高分馬1號、2號、11號等 全部跑出來 這一場勝過的馬很少 這個路程勝過的馬 只有四隻 六號叫巨無敵 勝過兩次 兩次落地 另外就是 斥徑 是冷門 斥徑 14號 斥徑 叫做 跑一次一次落地 一次邊一次落地 另外就是 二十二一號 二十號叫 陷天鐵翼 這個名字很難讀 跑一次 就贏一次 百分之一百分之一百分之一 另外就是小淑女 十二 二十二 二十二一 這隻馬 十二十和十二 就是有位置 十是入Q 跑一次 一次入Q 十二號跑一次一次第三 二十三 二十一 跑一次一次 二十一 跑兩次 成績不錯 近績 近績 對上那一重贏過的 就有隻 九號仔 叫做 一千位 一千位贏 不是一千二 一千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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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號 叫做 制度穩健 跑過 第一的 1200米 第一 然後就是 二十一號小淑女 上一仗 跑一千米 跑到第六 前次跑1200 跑第一 可能是 1200 適合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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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地 制度穩健 在當地大熱門 5.0 隔晚 隔晚 到百成期的 十七號仔 看看賠優率 現在到英國馬 本地有賽詞 展示給你看 但最後要把駐馬 混合在一起 再給你 價錢 到派賽那一刻 才知道你自己收多少錢 就是 現在 香港馬會 播放外國馬 那些 詞 可能對方要你 我給你播放 不過你再次要 扔進來這裡 大家抽水 你又抽我 我又抽 我給你播放 可能就是這樣 所以有時候 你買了之後 覺得 又難中 又不好分 有時候覺得 一會兒看賠優率 一會兒看賠優率 六號仔 是熱門來的 四倍 那 外國馬評家 魏崇達 就說 17號行頭 17號是不錯 制度穩健 前次跑第一 1200米 上次跑第五 但是它是初跑 不是 它就是 跑過三次 歷季 就跑 一個WIN 一個第二 一個落地 17 20 20好啊 20都是陷天鐵翼 它跑一次一次 WIN 這隻馬 從未落地 從未落地 之一 這是熊馬 兩歲熊馬 如果我選擇一隻 我選擇 我想選擇 20號 20號 因為它上漲剛剛 是1、2、1、6米 和1200米差不多 就跑了第一 就不是 1200米 1、2、1、6米 跑第一 那我就 6號 就是 上次跑第四 是1、1、8、6米 前次是1200米 就跑第一 我覺得這隻 6號 成為得這麼熱門 就是 在英國 本地就 夾玩12倍 它現在就有4倍 我覺得這隻 6號 都可能是 可能是挺好的 真的 加上 我又看 Racing Post 那些 叫速勢能量 它也是 在前頭 這隻 6號 速度也是 在這裡 那我就買 20號 拖6號 這樣 26 Quick 嗯 應該有4個位置 排賽 應該 那麼多馬跑 我看看 怎樣 20 小熟 不 叫做什麼 20號叫 陷天鐵翼 20號 跑一次 贏一次 再下班 對 21 22 也有變速 Racing 6號 下飛了 7號 退出 6號 3.7 不知為什麼 6號 是贏過兩次 可能是因為 他 是這麼多隻馬之中 贏這個路程最多的 就是 6號 贏過兩次 然後是哪隻馬又飛 那邊 9號 9號叫漢家本領 騎士 是李其鋒 那他沒有跑過1200米 9號仔 跑過一次 1千 就贏了 所以 我也 不太敢碰他 真的 反而 好成績 贏過那些 就是 6號 14號 還有 2021 那些 17號 都贏過一次 1200米 的前次 其實跑短途 跑直路 是幾公道的 對不對 全部都是 跑一條直線 什麼檔位 什麼偏差 都沒有了 不用搶位 不用埋難 你跑到一條直線 跑一條馬 最佳速度 就有取勝機會 那隻 20號馬 就是 黑衣 黑帽 深色 深色帽 沒有花紋 一條白 肩頭 有一條白邊 那 6號仔 就是 橙色帽 橙色帽 黑色帽 現在還有 還有 1 2 3 4 5 6隻馬 還沒進 最後合集 看家本領 今晚的第二場賽事 兩水馬條件 讓磅賽 1200米的直路賽 出馬20分 最後合集 看家本領 好了 第二場賽事 隨時起步 準備 好 一起步 有些馬就慢了 國際歌那些比較慢 出得快點 中檔 小淑女 黃衫快點 免觸都幾快 近外檔 這邊 德州藍儀都快 出來的馬 還有 砍天鐵翼 馬群中間響惡妖良 內檔那邊的馬都不慢 西力達 看家本領 和原本之光 快點 在內側了一隻景點海岸 後些位置是三顯耀 巨無敵 暫時在前領馬後 和下伯為王 一齊 中間是制度穩健 後些的馬 才見到 馬壇奇才 在馬群中游的位置 接著馬有赤徑 暫時比較執書 落後些 就是外對補區 和脫了後面的壺壯紳士 進來還有500米範圍 前面佔先的馬 暫時看家本領 佔先少少 小淑女就被1號迫著她 後面上的隊 這隻6號仔 這隻6號仔 是熱門來的 橙色就 20號就肩膀有白尖 那不是這3隻馬跑 還不是 20還不是 還不是 還不是 哎呀 輸了給6號仔 6 6 哎呀 6 什麼20 都很好 20幾隻馬都被我找到位置 這隻6號仔 今天晚上好正路 喔 小淑女看來都能捱到好 很厲害 又頭撐到尾 又撐到尾 又撐到尾 也過不了 那些跌影一度以為挺厲害的 第3 第4 應該都很遠 22 6號 成出 然後就21 然後就20 大顆把 兩隻馬女都入了 前四 沒有 制度穩健都已經後下 真的差 對 跟了半程都沒有了 到刊陪 咦 醒了 現在看一看千二直路 現在看一看千二直路 現在VINDUK的橙色就的馬 還在尾尾的七八隻 那裡 到這個位置 咦 被他找到一個位置 那隻馬 有後勁的短途馬 衝上來 就是 深色衣服 淨色帽 肩膊 有白邊 那隻就是 叫做 叫做 陷天鐵翼 叫做 真是 五色 那隻 21屬裏 就是 紅帽 黃衣 都是 20 和21 是從未落底的馬 來的 我被六號仔贏了 我看回 那些Racing Post 那些速勢能量 六號仔是 排頭位的 所以 英國的 那些 投注人士 就買 六號 買到大熱門 今天晚上不錯 除了 都中了 1Q 一個位置 我們再看 最 最 特別的是 這個 橙色帽 這隻馬 現在 到這位置 還在尾尾 第七 尾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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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置 就衝上來 無精無險 就衝到終點 那麼 在 黃色衣服,紅色帽的就是小淑女 小淑女的旁邊一起衝的就是21號 就是20號的叫做陷天鐵翼肩膀 咦?6號好像有Key 拍到嗎? 看看拍照是怎樣 621號 621號20號 就是猛虎不及地頭蟲 都要看看英國人為什麼這麼聰明 買到6號是熱門來的 6號50% win 對嗎? 20號是100% win 21號是100% kill 20和21的賽職比6號好 但是6號就是被英國的頭蟲人士買到這麼熱 不只是頭蟲人士 那些外圍店 即是Buki 都是開最熱門的 就算是學習吧 香港馬平家的重點跟英國的重點不同 好 至少 二三號 不同 事項